宾城去年共迎来与21万7千人次的医疗保健游客 创造于4亿令吉的医疗保健旅行收入 占我国医疗保健旅行总收入40% 在2015年至2019年间 宾城医疗保健业平均增长率达16% 其中来自印尼的游客为主要贡献者 宾城是凭借着其便利性和可负担的世界级医疗保健 成为区域的医疗保健旅游目的地 今年首五个月 宾城医疗保健旅游业已创建于3亿令吉收入 与疫情前2019年的收入并驾齐驱 大马医疗保健旅游行业 是以无风患者的医疗体验为优先 并确保医疗保健游客 从我国整体医疗生态系统中获得最高价值